丢掉蜀国囚禁恶斗 留下了千古教坛 乐不思蜀 司马赤丢掉国都 被人活住 其表现还远远不如恶斗 历史惊人相似 司马家族是否自食其国 而西晋皇帝司马赤 又为什么会被后人称为 奴仆皇帝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 第十四集 奴仆皇帝 从司马一开始 司马氏家族蒸蒸日上 创造了家族的荣耀 在孙力群老师看来 司马义 司马师 司马昭 父子三人 属于不断爬山的先驱 把司马延推到了事业的顶峰 司马家族自己当了皇帝 取代了曹魏政权 并统一了中国 但接下来 却是三位下山的皇帝 司马中 司马赤 司马业 从白痴皇帝到奴仆皇帝到亡国之君 一代不如一代 白痴皇帝在宫廷被堵死之后 西晋朝廷再次陷入权力争斗之中 新皇帝司马赤对操控曹政大权的司马越非常不满 司马越对新皇帝更是心生怨恨 大帝当前却依然相互打压 而司马越居然甩手离开了京城路 那么司马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还会和皇帝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呢 南台大学教授孙力群先生 继续为您讲述 从司马到司马第十四集 奴仆皇帝尽情关注 这司马越 他走了大约一年多 他果然发现 他出去以后 自己的声势扩大了 可是他在朝廷的影响力缩小了 他发现现在的朝臣呢 都跟他不是一条心了 人们更不听他的了 这司马越就更窝火 所以啊 他在这个 永家三年 309年 春天 他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干什么 第一 他要把那些 不听他的大臣 要清楚一些 第二 他要给 司马赤立点规矩 那次你别以为我不在洛阳 你就说了算了 所以他出于这个目的 回去以后 大家说 他炮什么手段呢 那就是带着军队去 带了3000军队 进入朝廷 说实在的 这个家族 你想 他这个能好得了吗 他的军队 不是保卫洛阳 而是用来搞内部的动乱 他进了朝廷以后 就把当时他认为 不听他的一些 十来个大臣 都抓起来了 这些大臣当中 有的都是原来他的亲信 掏过来感觉 你们这些人 可跟我不一条心了 其中 有两个大臣 庙波 庙印 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当年 他在八王之乱的时候 帮助他过的 帮他打过其他王子 可这时候 他非得把他们抓起来 这两人 就非常的愤怒啊 当时进怀地 满脸流泪 握着这两人的手啊 紧紧的不放 说什么呀 他说 哪个时代 没有这个奸臣贼子啊 现在 让我遇到了 我真感到悲哀呀 一边说 一边哭 而司马越呢 他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 就是这样做 所以啊 他这样做 实际上 使得他个人 全力到手 却失去了民心 所以司马越的口碑呀 是越来越不好 但是我们通过 司马越的这些个行为 大家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呀 那么我们要说 你司马越 在朝廷上说一不二 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我感觉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 他原来想的是 司马越 像司马忠那样 对他言听计从 可司马越呢 不这么驯服 所以这使他呀 非常的恼火 所以他心里头对司马越 是又恨 又没有办法 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呢 因为司马越 野心很大 胆量不大 也就是说 他恨司马赤 但是 他不敢呢 取代司马赤 所以这是让司马越 这个性格经常反复无常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为什么不敢取代司马赤 自己当皇帝呢 主要原因 就是他的这个血亲关系 不是司马氏的正根 这个司马越呀 比起这个司马延家族啊 他是比较疏远的一支 而在当时大家知道 人们相信 继位的 当皇帝的 一定是最正宗的那一支 所以司马越就感觉到 他如果是贸然把司马赤取代 那一定是天下哗然的 所以他报定了一什么主意呀 就是我宁肯控制你 操纵你 我也不取代你 所以这人呢 处在这么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 你让他没有野心 他又做不到 你让他真正取代司马赤当皇帝 他又不敢 所以啊 他的这个整体上的行为呀 是在一种焦虑之中 你看司马越 经常在焦虑之中 他矛盾 所以当时进怀地呀 看起来他是抓住了司马越的这个性格 所以当时他感觉到 我要亲政 司马越 我一定得把他赶走 或者把他全力给他拿过来 但是怎么把他全力拿过来 或者把他啊 这个从朝天赶出去呀 他想 我得依靠一个人 所以他想到了 借助外人的力量 借助外力 来达到自己目的 所以看起来司马 司马越这个人呢 还是有主意的 那想到谁了呢 当时 他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 狗西 狗西 这个人 能争善战 主持正义 口碑非常好 所以啊 这个进怀地啊 这个司马赤啊 就想通过他 借他一笔之力 把这个司马越 给他削弱 那么怎么让 让狗西 能够支持他呀 所以啊 他准备 让狗西的权力加大 牵制 司马越 所以他后来任命 啊 狗西啊 为这个 当时东方的 各个州的 军事主管 这个 这个 史书说啊 这个 当时狗西啊 担任的是 这个 都督 这个东方各部的 这个 军事 司马越 得到这消息 不高兴了 那次你想用他 来牵制我 他又想把 狗西的权力下降 原来是担任 数个州的军事 长官 司马越 只让他担任 青州 一个州的 而且让他担任 青州的次使 那权力就小多了 所以狗西啊 就非常怒脑 说你司马越啊 真是 想一手折天啊 我呢 坚决要跟你 势不两立 所以这样 在朝廷上 近怀地司马赤 与狗西 就有了一个 相互配合 他们一块呢 要和司马越 这个 要叫板 这是 在朝廷上的事 那么我们再看 朝廷外面 要想把洛阳拿下 把西晋取代的 刘元他们这边 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第一件事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上次说了 就是 刘元很得人心 各个民族啊 都支持他 所以他在这过程中 水涨船高 先称汉王 后来 又称皇帝 然后把军队集中起来 直接攻打洛阳 他308年称皇帝 马上攻打洛阳 但是 非常的 不巧 310年 他突然就病死了 所以这汉政权呢 刘元是一个 首创者 但是他死以后 能不能有人 继承他这个事业 继续反进啊 这就面临着 这个 刘汉政权 有没有一个 合适的继承人 当时的情况是 刘元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 刘和继位 刘和呢 这个人不成才 第一他是 能力差 第二是 耳朵根子软 当时他刚继位 就有些 不怀好意的人呢 就挑拨 他和他兄弟的关系 挑拨谁的关系啊 挑拨他 刘和和他的兄弟 刘聪的关系 这些人告诉这个刘和呀 说你当了皇帝了 继承皇位了 可是刘聪 不高兴 他现在准备了十万大军 要征讨你 所以大家想这个消息 你仔细分一分析 他真实度怎么样啊 他也不分析 就感觉 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了 于是 发兵 打他的弟弟 刘聪 所以我说 在中国古代 常常看到的现象就是 老皇帝 老国王去世以后 这个 二代 内乱的事 几乎是一个通病 往往就第二代 为这个皇权在那打 如果说汉族政权是这样 连少数族政权 也不能幸免 我想这就是 他自己这个家天下的 这个本身这个制度造成的 因为这个皇权太诱人了 所以刘和又指挥军队 打刘聪 刘聪应该说 真正是刘渊的继承人 这个人汉化程度很高 无意也很高强 所以这个刘和 不是刘聪的哥 那等于说 他打人刘聪 反过来 被刘聪 给他打败了 把他给杀了 杀了以后 刘聪 做了皇帝 后来的 这个 历史证明啊 这个刘聪 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刘聪 就全力以赴 指挥军队 攻打洛阳 所以这使得这个洛阳啊 真成了这个 一个孤城了 因为当时周边的城市 还有周边的军队 都集中到了 刘聪的 这个旗下了 周边城市基本都被这个 刘聪他们给拿下了 所以当时这个近淮帝啊 在这个洛阳城里啊 就是热锅上的蚂蚁 非常着急 他怎么办 下命令 让各地的军队支援洛阳 而且还派人带话 告诉各地军队 你们要来可得快来 来晚了我可就不行了 也够可怜的 是吧 虽然他这么说 各地都不想 没人来 为什么呀 各地自己都自身难保 谁来呀 倒是有两只来了 一只在路上 让刘聪给打败了 另一只 听到前面那只给打败以后 不敢走 又回去了 所以当时啊 这个洛阳城内啊 就是越来越危急 可就在这个危急状态下 你们大家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 司马越 穿着一身戎装 又找 司马赤 进怀地来了 什么事啊 不是上城头 保卫洛阳 又提出来 我离开洛阳 你看这司马越 脾气你 你抓得住吗 关键时刻 他真是掉链子 他要跑 他准备带四万军队 离开洛阳 他说得很好听 我呀 现在到东部去 往河北走 我把那一带的 反进的力量 消灭掉 这样咱们就可以 保证洛阳的 不受到最后的威胁吗 所以他就想啊 离开进怀地 离开洛阳 进怀地也苦苦哀求 说你怎么能走啊 你走洛阳 那军队不更少了吗 司马越不听 执意要走 所以你看司马越 光离开洛阳 就离了两次了 那进怀地管不住啊 走了 司马越再次离开京城洛阳 抛下了新建困境的皇帝 然而皇帝司马氏 却并没有全力应对 围城的军队 而是继续跟司马越争斗 并不惜开战 那他们的争斗最终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皇帝司马赤 又是怎么变成奴仆的呢 司马越走了以后 禁怀地 第一 伤心 关键时刻 你府邸抽薪 你离开洛阳 第二 又暗自高兴 为什么呀 你离开洛阳了 我正好 让我原来跟我联系的 那个狗兮 就从那个将军 把你消灭 所以你看他就感觉到 这机会来了 你司马越 我终于要报这个仇了 所以呀 他赶忙给这个狗兮呀 下达旨意 派人送信 告诉他 这个司马越在哪了 你要 打他 所以呀 这个矛盾 我们看到 不是集中起来 对付城外的刘聪的部队 而是 又出现了他们自身的内耗 那么 司马越走了以后 他身边的人 侦查情况 了解各种动向 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 进淮地 司马赤 跟这个狗兮 文书不断 总有信来往 他们报告了司马越 司马越感觉不行 这里可能有事 怎么办 派人 在这个信使来往的路上 结他们的信 果然 在城稿这一带 截到了一封 进淮地给 狗兮的信 结果 拆开一看 是进淮地 指示狗兮 打司马越的 这个旨意 所以呀 这个司马越是 越想越恼怒 他总觉得自己是为朝廷好 是不是 他不觉得自己那个愚蠢 所以他就开始用兵 打狗兮 狗兮也是 早就憋着劲打他了 所以呀 两个人是一场恶战 不过 就在 三百一十一年的三月 这个司马越 我想 他的心情焦虑 这个内 这个内心呢 有一种无名的火 皇帝 关系不好 地方的这个 军事将领 狗兮 要打他 他又不在洛阳城内 他前后越想 也感觉自己的路 简直没了 忧虑过度 发病而死 所以司马越这个人呢 大家会看到 他是个什么人呢 智大才疏 反复无常 性格乖僻 有野心 无能力 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死了以后 大家说 洛阳 就更陷入孤立了 所以当时啊 这个洛阳是什么状态呀 洛阳的状态是 城内 粮食已经没有了 当时在这个 不要说士兵 老百姓 就在这个 宫殿上 有人 突然就 这个 跌倒了 就饿死了 所以当时啊 晋怀帝也是 饥饿难忍啊 于是他准备 我也跑吧 跑得有车呀 大家看 这个洛阳的这朝廷 你看 惨到什么程度 说准备一辆车 车也没有了 皇帝出门连车都没有了 怎么办 派人送信 在洛阳城外 河边上 先准备一条船 我们过来以后 坐船走 那 进怀地 就换了 装了 便衣 跟老百姓一样 带着十几个人 背着大包袱 就出了皇宫 来到了这个 铜驼街 这是洛阳当时一条最主要的马路 他们准备从这儿跟老百姓 跟难民一块跑 就没想到 他们这些人带的东西太多了 当时洛阳城那是乱成一团 有些趁活打劫的 有些强盗也在其中 一看这帮人怎么拿那么多东西 强 上就强 把东西都给强跑了 进怀地一看 别走了 再往前走 不是强了 真被我杀了怎么办 所以他又回宫里去了 所以大家想 晋朝皇帝都到这个地步了 这是谁给造成的 所以啊 在这种状态下 洛阳已经保卫不住了 所以就在这一年的夏天 哪一年呢 三百一十一年 洛阳失守 近怀地 被活捉 当年司马昭灭了蜀汉以后 把蜀汉皇帝刘善囚禁到了洛阳 让鄂斗留下了乐不思蜀的千古笑谈 然而历史的轮回 却又把司马昭的后代交给了对手 而西近皇帝 而西近皇帝司马赤的表现甚至远远不如厄斗 那么被活捉以后的司马赤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 近怀地被抓住以后 这凶奴人成为当今的指点山河的人物 所以整个一天一地颠倒了 那么当时的情况就是 这个刘聪啊 他内心应该说是两个念头 第一 我复仇 我要替我的家族复仇 我替我这个民族复仇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还不能轻易让把你杀死 我先让你受尽欺辱 然后咱们再说 你看他这种心理 让我们今天看 也不是多光明的 但是刘聪他怎么做呢 当时啊 他先把这个近怀地啊 任命他一些官 你比如说我任命你为光禄大夫 封你为平阿公 近怀地感觉我当了俘罗 我还有官做 其实这官任何权没有 虚的 先让你没两天 然后呢 就找他谈话 你看刘聪啊 这个 跟这个近怀地谈话呀 我们今天仔细分析 很有哲理 它里面其实展现的是 不同的政治集团 在取得当时的这个话语权之后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原来你近朝不是主宰吗 那你口气多大呀 现在你已经变成腐萝了 你口吻还能过去一样吗 所以啊 当时面临着就是近怀地 担任一个什么角色 是当一个 刚之不阿的 是吧 那种忠臣 为大晋国我要献身了 还是苟且偷生 近怀地显然选择的是后者 他不愿意死 他愿意窝窝窝窝窝地活着也行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所以他张嘴闭嘴 果然刘聪 叫君 自己称臣 当时刘聪啊 有一次找他谈话 跟他想聊聊 刘聪原来呀 也是一个在洛阳很有名的人物 跟他的这个家族有关系 因为这个刘豹刘渊 他们这个家族啊 是属于匈奴人的这个最高等的家族 因为他们说 他们家族是谁的后裔啊 是匈奴人的那个最高的首领 莫独禅玉的后裔 所以他们这家族是很高贵的 是吧 当时他们在洛阳的时候 曾经啊 和他一个好朋友 刘聪和他一个好朋友 见过这个司马赤 司马赤当时是一个王 叫豫章王 应该这个时候都是属于 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所以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呢 还曾经啊 还做诗啊 还聊天啊 聊得很投机 司马赤由于当时也不是皇帝啊 还给了这个刘聪一些礼物 就给他一张弓 给他一些宴台 这不都是一般的朋友之交吗 哎 这次刘聪就拿这个事说 他找到这个 进怀地司马赤以后啊 他这么说 他说你当年当豫章王的时候 我跟我的朋友王继去看你 咱们在一起啊 聊天 挺投机 你还送我啊 一张弓 还送我一块银艳台 你还记得这个事吗 这个司马赤一听啊 行 他觉得这个刘聪啊 想跟我建立点感情 赶紧抓住一机会 啊 向这个刘聪啊 啊 说好话 他说 我岂敢忘记这种事啊 可惜 那个时候 我还不是龙岩 你看 还有人格吗 他说 我忘不了这个事 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你老人家 是当皇帝的 那么这个司马赤啊 他是想把这个关系拉近 其实 刘聪 想问他一些更实际的事 刘聪就接着问 说你们司马家 怎么相互残杀 这么残忍 你跟我说说 你为什么家里广这么大 你听 这是人家刘聪想问问 你们家怎么回事 你听司马赤怎么说呀 大爷说真是厚颜无耻啊 他这么说 他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真没法解释 我们家怎么打起来的 咱外人倒知 他们家怎么打起来的 他不知道 他怎么说呀 他说 你们大汉王啊 你们大汉王朝啊 即将顺天应命 我们这个司马家呀 是为你们自动扫除 这是天意呀 还有这么不知羞耻的吗 所以我说 这个司马氏家族 堕落到这个地步 我只有被历史所抛弃 是吧 那么还有 更让这个司马赤难堪的 也就是 勇家七年 三百一十三年正月 刘聪在宫殿举行宴会 举行宴会的时候 刘聪 让司马赤 穿上奴仆的青衣 让他干什么呀 端着酒壶 给大臣倒酒 所以他这是从这个精神上 再次催化的 结果这个司马赤非常的乖 低着头挨个倒酒 皇帝呀 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 这是古往今来很少见到的 所以看到他这个举动 当时在这个宴会厅里 还有其他被俘的大臣了 所以有的人呢 就按耐不住 失声痛哭 就感觉太羞辱我们大劲了 结果刘聪 感觉我们这宴会 你们哭 把那哭的人又给杀掉了 等这事完了 刘聪感觉自己的气也出了 心也顺了 我该羞辱你羞辱了 你也没用了 就把这个司马赤 给杀死了 所以这是西晋的第三个皇帝的下场 第二个皇帝呢 就是那个司马中 是不知道被谁给毒死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家族 由于自己内乱不已 这个所导致的这个后果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事啊 这个从司马赤被俘到被杀 这个事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永家之乱 那么晋怀帝死了以后 又在长安立了一个小皇帝 这个小皇帝就是司马业 就后来 晋敏帝 十四岁 也管不了什么事 于是就有朝臣呢 帮着他执政 但是这个朝廷实在太小了 大家想 洛阳都没了 长安这个小朝廷 还有多大的气数啊 所以这个朝廷 我说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穷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啊 在经过这个长期的战乱 洛阳是一片废墟 长安 也是 残破不堪 所以遍地的这个残垣断壁 这个经济野草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 他这个皇帝 什么也没有 朝廷 好不容易 说咱们看看有多少东西吧 七凑八凑 四辆车 大臣 上朝不得带着一个纸板吗 也叫护板呢 这护板 也没有好看的 随便嫩块木头片 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知道 所以啊 这是中国历史上 我觉得是论穷 可能他是最穷的了 第二呢 威望下降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西进已经没有多少指挥能力了 他基本就丧失了指挥全国的能力 所以他的这个诏令 连长安都出不去 当时还号召地方的军队 要保卫长安 进攻平阳 平阳不是这个汉政权的这个国都吗 在现在这个山西这个林芬这一带呀 但是没人想要 没人想要 所以当时啊 所以当时各地的这个官员们就是各自为政 招兵买马 所以当时的这个社会就属于一种 这个散乱 迷茫 迷茫 一片 火海 所以对于 我们讲西进历史啊 讲到这儿 我们看到的下面一个课题应该是什么呀 就是刘聪 要一鼓作气 再把长安 最终结束 西进的这个王朝的命运 刘聪 就是这样做的 可是在当时反进的力量当中 刘聪 无疑是一支主力 在东方 还有一支主力 他们对于这个最后 禁灭王啊 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东方这支是谁呀 他们是怎么样最后灭掉的西进啊 我想 咱们下集再说 谢谢大家 在众多的反进势力之中 一个地位卑微的奴隶 竟然脱颖而出 成为打击西进王朝的中间力量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又是凭借着什么 成为西进王朝的掘墓人 历时52年 就轰然倒塌的西进王朝 将会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从司马到司马 第十五集 王朝末路